另外日本呢 今夏是高温持续 7月是创下了有观测数据以来的最热记录 有日本专家就指出海水温度上升和西风带北移 是今年高温的主因 而持续高温呢 也将影响农作物生产 可能会导致农业欠收 日本气象厅此前公布 2024年7月是日本自1898年开始气象统计以来 史上最热的一个7月 比平均年份高出2.16度 最热时都地气温超过40度 8月延续酷暑天气 日本专家指7月平均气温已连续两年 创史上最高 炎热天气并非偶然 日本周围海水温度上升 以及西风带北移是两大主要原因 西风带北移是日本被温暖气流笼罩 沿下将成为未来趋势 夏季气温或难以回归平均值 专家还指酷暑天气往往引发暴雨 造成水灾 日本纬度较高 低温农作物不适应高温 造成农业欠收 未来或许更换农作物种类 正是气候变化问题 积极减排是当务之急 专家指日本酷暑天气或将持续到9月 而炎热天气本身就是自然灾害 2023年日本水稻收成极差 据统计因众暑宋院和死亡人数 也处于近些年高位 日本首都东京7月就有123人众暑身亡 猛暑に伴う熱中症 日本では毎年千人ぐらいが 1年の間で亡くなっているんです ですから猛暑というのは災害みたい 熱中症が非常に危険なので ぜひあまり暑い時には それを防ぐような いろんな方法をやっ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鳳凰卫视讲完兵大仇大戒 日本东京报道